上帝所做的岂有错呢?没有 上帝所做的岂有不公义呢?没有 要不然讲一句很伟大的话 在所有的宗教最伟大的宗教 还没有论到神性这一方面的责行以前 要不然讲出来了 他讲什么呢?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? 大家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? 所以这些的列祖 这些我们信心的先贤先生 他们的神观 他们对神论的那个神学的基础 他们信仰的要点是非常准确 非常伟大 也是非常深入的 审判全地的上帝 岂不行公义呢? 翻一句话说 如果你是公义的上帝 你才有资格做全地的上帝 而你既然用你的公义作为你上帝神经的根基 你的审判不可能不公义 是这个意思 您的故事 配合 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来